嗨,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歡迎回到外文科先生 你有玩動物森友會嗎? 你玩動物森友會會玩得很認真嗎? 推特上有一位叫Yousei的日本人 對動森的送禮拿居民照片這件事做了超精細的研究 他還寫了好幾篇根本是論文等級的文章 來解析系統是根據怎樣的判定 來讓居民送照片給玩家的 包括之前我也有跟大家提過 拿到照片後 我們要再入手一次照片 中間需要再從居民手上獲得64次的物品後 我們才有機會再重新入手照片的64法則 不知道64法則是什麼的 可以回頭看我這部影片喔 而在他精細的研究下 他找到了一個突破孔 可以突破64次的限制 來無限的回收居民照片 我知道大家可能會覺得日文看不懂 還是字很多 很麻煩不想看喔 今天我就要來根據他寫的這篇研究 來實測是不是真的可以像他所說的 能無限入手居民照片 大家可以看我實際操作會比較好懂喔 那整個過程都會不停的調動時間 有實旅過敏症的人可以先離開囉 但我還是要說 就是有些人不停的在實旅做實驗、測試 才有大家網路上能查得到的所有遊戲相關資料 讓各位好好的照自己喜歡的布料來玩這款遊戲喔 除非你從來不去查攻略的 不然不要用了人家提供的資源 還要嫌棄人家實旅喔 那這過程大家就算沒有要跟著照做 一起來了解一些遊戲機制也是很有趣的 那要進行這個方法 首先我們要先準備四個角色 島上包含主帳要再創三個副帳 像我島上就只有三個人 我只好再創一個新角色 那我建議大家把帳篷蓋在離目標動物的家近一點 之後的作業會非常的省時間 像我這次的示範就是以阿一為目標 我就蓋在阿一家附近 那一定要四個人嗎? 根據他的說法就是要四個人才有辦法打破這個機制 但關鍵點在拿他其實也不清楚 但就是一定要四個人 四個角色準備好後接下來我們要來準備水果 就算是本島產的也可以喔 他又說南瓜也可以 先買大量的水果跟包裝紙 接著把13份的水果包裝起來 連同副帳要用的13份也準備好 這13份是要用來提升親密度的 像我主帳號無界跟阿一的親密度已經到最高了 這部分我就可以省略掉 只要給另外三個附帳拿這13份水果就可以 接著我們再包裝12份水果 再準備17顆不用包裝的水果 合起來剛好29份 這邊是要拿照片用的 一切準備就緒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送禮了 首先我們要做一個很瘋狂的事 就是直接把時間調到2060年 目標動物生日的那一天 像我這邊就是要調到2060年的8月1號 阿一生日的那天喔 接著我們派出第一棒角色 開始送生日禮物 把我們一開始準備好的13份包裝過的水果 一年一年的後退13年 全部送給動物居民 為什麼要送這13份呢 那是因為根據他的研究 一個新創的角色 在從來都沒有跟動物們說過話的情況下 我們只要在動物生日時送13次水果 親密度就剛好會達到一個臨界點 我們只要再送第14次水果 就會開始有機會拿到照片了 所以這13份呢 單純就只是幫助大家快速的提升親密度 那13份全部送完後 我們將日期往後一天 先到信箱 把動物寄來的信給收起來 因為這13份是為了提升親密度用的 回禮是不會包含照片的 再看大家要怎麼處理這些回禮 但一定要記得先全部收起來後 才能繼續下一個動作喔 接著我們把剛才準備好的12份包裝過的水果 跟17顆水果來送給居民 那從有包裝的開始送 從這邊開始我們送的禮物中 每個都有機會可以拿到照片喔 那12份包裝過的水果送完後 我們跟動物的親密值已經達到最大值了 因此接下來的17顆水果 我們就算不用包裝也沒有關係 這個數字都是他精算過的 我們只要照做就好喔 倒退29年在生日會上 將身上的水果禮物全部都送出 在第29次送完後 就會因為同一個動物寄來的信件達到上限 禮物會直接送到信箱 我們不用換日 就可以直接從信箱裡收到目標動物的回禮了 那這一輪運氣不錯 我拿到了4張阿姨的照片 接下來就換第二棒上場 也是照著剛才的方法重做一輪 在送完13個提升親密度的見面禮後 先往後一天 把13個禮物都拿出來處理掉 再繼續往後送12份包裝的水果 跟17顆梅包裝的水果 但第二棒運氣很不好 我只拿到了一張照片 那根據他的自身經驗 這樣送一周下來 最低一張也沒有拿到過的狀況也有 但最高也有一次拿到10張過 這個完全就是看運氣了 第二棒結束後 換第三棒上場 再繼續一樣的事情 但我的第三位 我自己有點擔心一件事 就是這個副帳原本跟阿姨的親密 已經有達到可以送禮的程度了 如果我再送13份禮物的話 很有可能這13份禮物中就會含有照片了 這樣我接下來的29份禮物就會沒得送了 要直接換下一棒了 不過運氣蠻好的 這13份之中沒有包含阿姨的照片 我就可以繼續送29份禮物啦 最後第三棒入手了兩張阿姨的照片 接著就是第四棒我的主帳號了 因為我跟阿姨的親密已經達到最高了 可以省略掉送13份包裝的水果 直接送她29顆沒包裝的水果 也不虧是島上跟阿姨最好的角色啦 最後我拿到了5張阿姨的照片 目前為止所示範的 其實都跟之前影片說的內容差不多 差就差在接下來 我再回到第一棒女巫界的出場 再送29顆沒包裝的水果給阿姨 這邊因為親密度已經到了 就不用再先送13顆了 照理說我們會在這邊卡在64法則 而沒有辦法再獲得照片喔 但是我29顆送完後 你們看我又獲得了3張阿姨的照片 她的研究報告表示 只要用4個角色去輪功阿姨 阿姨就會忘了64法則 一直給玩家照片喔 這樣子五輪下來 我總共拿到了15張照片 平均下來一輪可以拿到3張左右 如果大家也很瘋狂的想要收集 某一隻動物的大量照片 這個方法就可以提供給你們使用了 但我自己實測後我覺得有夠累了 這次實測完我應該是不會再做第二次了 她也有特別提到我上一篇影片有跟大家介紹 有3隻動物不會給照片的 也就是阿三、阿四跟馬玉 用這個方法是無法從他們手上拿到照片的喔 除非先讓他們把照片給撤下來 才可以使用這個方法來攻略 也有一種情況 如果大家同時想要收兩名以上的動物居民照片 她這邊也有提供一個方法 流程基本上都跟剛才一樣 假如我今天想要同時拿阿一跟阿二的照片 阿一的生日是8月1號 阿二是7月2號 那我們就要從時間比較晚的阿一這邊開始送 送完後再跳到7月2號送給阿二 再繼續退後一年到8月1號 總之就是不要讓時間前進我們只能後退 你一前進信箱就會收到回禮了 這點大家再注意一下 也因此這個生日送禮法只能用倒退的不能用前進的 那我覺得我已經講得很詳細了 但大家一定還是會有很多問題想問 那作者本人也有做了一個常見Q&A的部分 有問題請直接問他 外文科先生做了這個實測已經很累了 不想翻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訂閱一下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